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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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主要做的研究是 研究人造原子跟微波的光相交互作用 然後這個研究可以應用在量子電腦上面 可能大家最近都聽到量子電腦很熱門 然後可能在新聞上大家都聽到一些大公司 比如說美國的Google跟美國的IBM 投資很多能力物力在上面 他們分別像現在有的量子電腦的數目 Quantum Bit的數目是72個Qbit量子位元 跟50個量子位元 然後我們台灣這方面也有開始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在我們的實驗室我們就是會量子電腦進行研究 特別是就是組成量子電腦最基本的單元就是量子位元 然後我們做單一個量子位元的操控 兩個量子位元的邏輯砸進行研究 然後我們現在進行的實驗就是我們有個量子晶片 像這樣子的量子晶片 然後裡面的量子晶片有兩顆能造原子 就是能造量子位元 然後這兩個量子位元的晶片 然後我們放在這個低溫系統裡面 這個低溫系統的溫度呢 就達到10個mini Kelvin 就接近絕對0度 然後呢現在我們可以 你看這裡有幾台 Current Source 就是可以產生磁場 然後呢改變那個人造原子的Transition Frequency 所以呢我們有 你可以看到Network Analyzer上面有一個共振的訊號 有兩個共振訊號 分別就代表這兩個人造原子的共振的訊號 我們這個題目呢就要研究這兩個原子 它兩個原子的共振的時候 同樣的Residence Frequency的時候 有他們的交互作用 接下來我想介紹一下我們實驗室最新的研究成果 就在這個Poster上面 然後主要是我們利用人造位元 來看到非粒子性反轉的放大 然後呢這是我們人造位元 這是我們的一維的系統 它放在一維的系統 然後呢我們有兩道微波的光進來 然後呢反彈經過放大器 然後兩側它的反射係數 一道是很強的微波的光 另外一道是很弱的微波的光 另外一道是很弱的微波的光 有一個超導的線圈 通過電流通過線圈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人造原子的 人造原子的輪接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掃用很弱的微波的光去掃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這個人間的改變 隨著磁場的改變 然後呢如果我們固定在一定的磁場 然後呢增加這個微波的光的能量的時候呢 你看到它會飽和的現象 然後同時呢 你可以看到了理論跟實驗呢 呃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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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看的話,你會看到它的共振頻率其實會隨著 會隨著 Power 增加 它會 Shift 大概 10 MHz 然後這一點點 Shift 會使得我們以下的實驗會有一些影響 比如說我們這一邊 我們有兩個微波的光 一個微波的光永遠都是共振 然後這共振的話會使得 Power 人間會分裂 分裂的時候,我們再用另外一道很弱的微波的光去掃的時候 因為剛剛我說這裡會 Shift 10 MHz 所以它本來我們想共振,但是它不是共振 所以它的粒子數就不一樣,這裡的粒子數不一樣 然後粒子數不一樣的時候,你看這裡粒子數比較多 這裡比較多,這裡比較少 這裡比較多,這裡比較少 所以這裡跟這裡就會有 Emission 會有激發輻射 然後這裡使得反射係數大於1 就是有增益的現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粒子數比較多,粒子數比較小 所以它就有減少的現象 然後接下來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 device 它的非檢測性是比較大的時候 非檢測性是指 0 1 跟 1 2 不一樣的時候 它比較大的時候呢 然後一樣我們用一道很強的微波光去使得 0 1 共振 然後它一樣會,人間會分裂 分裂的時候呢,在這種情況 它的那個粒子數呢,在這些人間都一樣 因為我們用一個比較大的非檢測性的系統 然後一樣的時候,但是呢 我們還是會看到有放大現象 這放大現象呢,其實是基於四個光子的過程 首先我們有一個很強的微波的光打過來 然後人間分裂之後 再用一道很弱的微波的光去灑 然後強微波的光使得有吸收兩顆光子 然後弱微波的光使得有,使得有 Stimulate Emission 然後看到Stimulate Emission 就是看到有這個Marker 這些Marker呢,就對應這裡的Transition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爭議 然後這爭議呢,是因為 Stimulate Emission 所以呢,我們證明呢 我們利用一個強微波的光 使得它的能量轉換成弱微波的光 然後這個放大機制呢,是基於這個四光子的過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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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